喜欢看全文的宝子不要错过 这是一篇9.8分的爽文 全文26分钟 请联好WiFi盖好被子 小莫提醒您 正文开始了 我穿成了一个恶毒女配身边的小助理 恶毒女配将一万块甩给我 带着几层嫌弃说 穿的什么迫不衣服 赶紧去买两套像样的 我看着怀里的一万现金 嘴角止不住的上扬 这坡天富贵终于是轮到我了吗 女主冲出来将一万块塞回女配身上 有钱就可以侮辱人了吗 我看着怀里突然消失的一万块 红着眼眶看向碎魁祸首 一脚将她踹出房间给我滚 挡人踩路犹如杀人父母 连这么点事情都办不好 你说你还能干点什么 真不知道我找你来的是做什么的 我穿输了 不是女主 也不是重要女配 穿成了一个恶毒女配身边的小助理 人刚穿过来没站稳 原本给沈甜甜买的咖啡 撒到了自己的身上 正在挨骂中 我是那种能受气的人吗 自然不能 正想要回队 下一秒对方甩过来一万现金 沈甜甜带着几分嫌弃说 穿的什么迫不衣服 赶紧去买两套像样的 省得别人以为我磕待你了 我看着怀里的一万现金 嘴角止不住的上扬 这颇天富贵终于是轮到我了吗 再看沈甜甜 咋里还是什么恶毒女配 根本就是我的财神爷啊 沈甜甜 你又在欺负人了 林丹童不知何地冲出来 将我手里的一万块 塞回到沈甜甜身上 说着 有钱也不能这么侮辱人吧 我看着怀里突然消失的一万块 红着眼眶 看向罪魁祸首 你在说什么虎狼之词 他哪里侮辱我了 那明明是在关心我 林丹童大概以为我委屈了 安慰着 不用怕他 这人就是林丹童 小说女主 小说中写了不少他帮助弱小 来侧面体现他真善美人设的 可眼下我怎么觉得 他更像个恶毒女配呢 看着那一万块 我说到 我就喜欢被甜甜姐骂 你管不着 林丹童用一副我懂的表情 快到我整无语了 他是来找沈甜甜 是为了夏天这部剧的女三号 本来这个角色定下林丹童了 结果又改成沈甜甜出演 林丹童认定 沈甜甜是花钱走了的后门 你有钱有事 你想要什么样的角色都会有 我出身不好没人卖没钱 我每走一步都很艰难 你何必抢我角色 沈甜甜这傲娇大小姐 直接将林丹童骂了一遍 骂得对方眼眶都红了 引来了和阳 和阳就是这本小说的男主 也是夏天这部戏男一号 也是沈甜甜的未婚夫 我看到和阳将林丹童 护在身后 看向自己的未婚妻 训斥道 沈甜甜 你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懂事 就这么喜欢欺负人吗 沈甜甜咬着下唇 看样子有被气到 却不认输道 我就是嚣张跋扈 你越护他我就越要欺负他 有我在 他休想演这个角色 说完迈着高傲的步伐离开了 我看着这一幕 小声道 呸 渣男 跟着追出去 保姆车里看到了 哭得稀里哗啦的沈甜甜 我本想安慰他道 甜甜姐 你别哭了 你这么好 和阳那种男人不配 沈甜甜哭声一顿 骂道 谁让你说和阳坏话的 得 忘了这是恋爱脑人社了 立马道歉 下一秒 沈甜甜突然扑到我的肩膀上 大哭着 我到底哪里不好 和阳哥怎么就被那个狐狸精给迷住了 我赶紧安慰着 你都好 没有不好 有钱有言有身材 沈甜甜哭了半小时候 就又开始嫌弃我的衣服了 比之前嫌弃的更厉害了 我却很高兴 果然那一万块又回到了我的手上 林丹童人气没那么高 但也是有粉丝的 不少人都在嗑她和和阳的CP 抢我们童童的角色 沈甜甜真够不要脸 我们女儿就是太心善了 才会老是被一些人欺负 和阳哥一定要护好她呀 沈甜甜整天不是抢男人就是角色 这种人早该滚出娱乐圈 和阳之前和林丹童合作过 当时就不少人嗑他们两人的CP 再加上和阳不让沈甜甜对外公布 他们订过婚的事情 导致很多人都以为 和阳和林丹童是一对 沈甜甜是那个死皮烂脸 黏着对方的人 沈甜甜不愧是小说中 有钱又恋爱脑的人设 面对这种情况 反而是和网友对骂了一个晚上 所有人都以为 沈甜甜的角色是花钱抢过去的 其实这个角色 还真是她自己凭本事拿的 女三的人设是个傲娇千金大小节 沈甜甜知道 这部剧和阳是男一号 跑来试镜 沈甜甜不太会演戏 可傲娇大小节人设不用演 导演让她收脸里演就行 好在导演担心网上 争议过大会影响这部剧的路人员 站出来替沈甜甜说话 并放出来了她当时试镜的视频 大家看了沈甜甜的试镜 有一部分人认可了她的演技 更多的人依旧对她不喜 出口恶言 对于这些沈甜甜根本不在乎 她的眼里只有和阳 夏天开机了 这是一部青春小甜剧 林丹童错失了女三 却演了女二 和阳给她安排的 开机仪式上 沈甜甜知道消息 表情差点没控制住 拍戏的时候 两人也没少有矛盾 林丹童骂不过沈甜甜 沈甜甜又说不过和阳 和阳护着林丹童 这复杂的三角链 我每次坐在片场看 时不时还会片场工作人员 磕着瓜子一起看 每次沈甜甜受了和阳的气 就会来找我出气 我可喜欢她的出气方式了 无非就是嫌弃这个嫌弃那个 她能想到最大整个人的方式 就是晚上12点想吃宵夜 让我跑三公里去买 可她光跑腿费就给我五千块 五千块哎 别说三公里了 十公里都给你跑 打车又不费劲 这比送外卖赚得多多了 脱沈甜甜的服 我穿过来给她当小跟班半个月 存款攒了小十万 我的目标是买套房子 再存款一百万 这样就可以闲鱼躺平了 进剧组拍戏的20天 和阳送了林丹童 一套SK2的护肤品 沈甜甜让我去把那护肤品给偷换了 我问换成什么样了 沈甜甜将自己一套 价值五位数的护肤品塞到我手里说 换成这个 她不配用和阳哥买的护肤品 和沈甜甜说一下还给她 在回去的路上 我撞到了躲在安全通道接吻的两人 和阳哥 我们还要这样偷偷摸摸多久 很快了 我会找个机会和沈甜甜解除婚约的 能跟你在一块 我怎么样都开心的 可我怀孕了 我不想我们孩子以后背负着私生子的骂名 听到这段话 我有点恶心的想反胃 收起了手机录像 一日大早上刚去上班 就看到沈甜甜心情非常好 原来林丹童脸上起了七八个闷斗 她还以为是我换护肤品的功劳 沈甜甜高兴的 当即就将那条劳力士手表解开丢给了我 我看着手上的手表 专柜卖六万多 要不还是别说了 犹豫之际 化妆间的门推进来 林丹童和何阳两个人就闯了进来 何阳说 沈甜甜你现在怎么那么恶毒了 你这是想把丹童给毁龙了吗 沈甜甜说 对 我就是恶毒又怎么样 像她这样的狐狸精就该被毁龙 像你这样心思歹毒的人 是一辈子不会有人喜欢的 你喜欢有什么用 你以为何伯父他们会同意吗 这就用不着你管了 反正我要娶的人一定是丹童 虽说是局外人 可我听着这话都不舒服 何况是深爱何阳的沈甜甜 林丹童在那边委屈地哭着 我见犹怜 和沈甜甜的恶毒的形象 形成鲜明的对比 吵架声吸引了周围人的围观 大家都开始对沈甜甜支持点点 我一马当先 腾在中间说 别什么事情都赖到甜甜姐身上 我根本就没有换过她的护肤品 不止如此 我还和大家一起去拿林丹童的护肤品 艺人对于护肤品都算是半个行家 何况还有专业的化妆师 变真假那都是专业的 一文就知道 化妆师说 确实没换 林丹童红烈眼眶委屈到 那她是不是也想着换劣质护肤品 回我容的 只不过小助理没这么作罢了 我从背包里拿出之前 沈甜甜给的护肤品 说看看吧 她是拿什么替换的 不少人都认出来了 这是贵妇级别才用的护肤品 一套就价值五位数 一般人都是舍不得买的 我说 甜甜姐确实嫉妒和老师 送给林老师护肤品 可从来没想过要毁她的脸 谁会这么蠢 用更贵的护肤品替换去毁脸的 这个是确实说不通 最多沈甜甜脸嫉妒心罢了 却没有那么大的恶意 林丹童问 难道她用贵的替换 这个行为就对了吗 我说 林老师 甜甜姐为什么会这么做 你心里真的没数吗 需要大家在这里把事挑明了吗 林丹童被我问得一阵心虚 何阳也担心 沈甜甜不管不顾的 把事情都说出来 最后两人都略显仓促的离开了 其他人也散去了 化妆间里就剩下我和沈甜甜 人一走 沈甜甜那强称的傲气就没了 红着眼眶哭 一边哭一边骂林丹童 哪怕都这样了 也舍不得骂何阳一句 我趁机劝说着 甜甜姐 你要不然换个人喜欢吧 以你的条件 想要什么样的没有啊 沈甜甜抹了抹眼泪说 何阳哥只是一时被那个狐狸精迷住了 我只要一直在他身边 他会明白谁才是最好的 我佛 这类爱恼人设 只是一点都不崩啊 哭完后 沈甜甜看到自己哭得浮肿的脸 对着镜子崩溃大叫 一边拿瘦脸神气就脸 一边怪我 你怎么也不提醒一下我 我脸都哭崩了 我说 我提醒了 也得你听得进去啊 沈甜甜突然停下手上动作 盯着我的脸看了两秒 看着我心里发毛 问 怎么了 沈甜甜再次嫌弃壮说 你的脸怎么这么粗糙 我说 我跟你肯定是不能比的 您天生励志 我的皮肤天生容易出油 沈甜甜听了夸奖 脸上那是完全掩饰不住的开心 拿出手机打算转账 说 给你转一万 去买点好的护肤品 跟在我身边形象可不能差 我眼睛瞬间放光 钱钱钱 结果沈甜甜在最后一个密码使手遁住了 突然抬头问 你刚才是不是骂我蠢了 我 到手的一万块没了 当天晚上 我后悔的半夜 坐起来给自己的耳光 有时候我也不得不佩服沈甜甜的认禁 每次被和阳欺负羞辱过后 难过半小时又生龙活虎了 那天被欺负后 第二天他照样拍摄 照样找机会给林丹童屎伴子 9月开始入秋了 剧组拍摄进展过半 今天是和阳生日 和家给他办一个年轻人生日会 放松一下拍剧压力 沈甜甜早上出门就开始做造型了 打算经验全场 我将刚买来的咖啡端到他面前 说 甜甜姐 咖啡买好了 沈甜甜说 你看我像是能喝的样子吗 我看了眼他正在做美甲的双手 确实不能动 很自觉地将咖啡盖打开 为了过去 提醒到慢点喝 有点烫的 我一只手喂咖啡 一只手帮沈甜甜小号刷微博看 什么 这个贱人也要参加和家生日宴 他凭什么参加 我看向微博内容 林丹童在微博上了一条白色礼服 旁边还露出四分之一的邀请函 文案配着 今晚要去参加一个重要的生日宴 大家帮我看看 这条礼服可以吗 那个邀请函一般人看不出来 但只要有收到过和家邀请函的 都能认出来 我是之前在沈甜甜那里见到过 林丹童这条微博 哪里是发给粉丝看的 明明是发给沈甜甜示威的 得 晚上又得打起来了 沈甜甜看怒火中烧 打算打扮美美的 是要将林丹童比下去 而我也收到了两万块买衣服钱 和一万块保养脸的钱 沈甜甜说 把你那满是油的脸倒腾一下 晚上陪我一起参加生日宴 我要让林丹童知道 我的跟班都比她好看 我摸着自己的脸 最近有点熬夜刷剧 是有点油 这么直接揭穿 面子都快掉地上了 又看向刚刚收到的三万块 没事 面子掉地上 我可以自己捡起来 我嘴都快咧到脑后了 说晚上我一定陪你大杀四方 沈甜甜问 你怎么笑得跟白痴一样 眼睛怎么还发光了 我晚上七点半 沈甜甜穿着秋季新款高定礼服 打扮得如同一只高傲的孔雀一般 来到了酒店 而我穿着忍痛买来的三百块裙子 陪她出席宴会 当然免不了被沈甜甜吐槽了品位 在门口时 就被保安和管家拦住了 两人让沈甜甜出示邀请函 小说里也有这一段 这个保安是林丹桐的表哥 另一个是代表着 何阳迎客的何家管家 两人都是故意拦的沈甜甜 为的就是不想让她参加宴会 偏偏沈甜甜根本没想到 自己会对蓝 还真没带邀请函 最后不想让何阳拦坐 选择派人回去拿邀请函 等回来的时候 宴会都开始了 她进去刚好看到何阳和林丹桐 在跳开场舞 自己的未婚夫和别的女人跳开场舞 沈甜甜没忍住当场发疯 这热搜一出 沈甜甜再次被群嘲 尽管沈家很快撤热搜了 可这是也成了她的黑历史之一了 沈甜甜憋着一张脸 气得通红又不能发作 看着晏会快要开始了 转头看向我 我抬手说 我懂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这是交给我 我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裙子 抖了抖尖 一副嚣张模样走到管家面前 在她还没有说话之前 一巴掌甩了过去 发掌声又响又清脆 将在场所有人打猛了 而我则是一副 狗杖人士的样子说道 你什么东西 也不看看你拦的人是谁 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 这是沈家的大小姐 你想过拦下的后果吗 我转身拉起沈甜甜往回走 沈甜甜一脸凝重地问 你干嘛 我 我小声 有记者偷拍 沈甜甜立刻挺直了腰板 摆足了千斤大小姐的架势 我冲她眨眼 放心 她肯定得回来求你 果然在我们走出去没几米后 管家又叫住了沈甜甜 给了一个不走心的道歉 我本来想让沈甜甜拿瞧一下 摆摆架子 不能让一个管家都欺负了去 结果她是真的一点都不争气啊 半点没犹豫就进去了 管家以我只是助理没资格进去 将我拦在门口 我让沈甜甜先进去 别错过了开场舞 沈甜甜一进去 管家就想要抓我 报复刚才一巴掌 我早就算准了 一六烟跑得飞快 一边跑一边 冲对方做鬼脸 气不死你 小说中 沈甜甜因为被拦 错过了开场舞 给了何阳和林丹童跳舞的机会 一边吃着关东煮 一边吐槽何阳那种渣男 谁让沈甜甜喜欢呢 恋爱脑劝不了 不如让她开心 她开心了 我的钱就会多了 又看了一眼存款 看着那越来越上涨的数字 开心 事情不会出什么意外吧 总觉得 事情不会进展那么顺利 那是男女主 拥有着无敌光环 为了我的金主 我决定从后门溜进去看看 我的猜测没有错 林丹童和何阳两人 在舞台中央跳舞 却不见沈甜甜踪影 我最后在厕所隔间 找到了被打晕的她 敢对沈大小杰动手 除了林丹童那个 仗着何阳的人还能用谁 推了沈甜甜两下 没推醒 我一个人根本扛不动她出去 这时她的手机响起 是她哥来电 我赶紧接起来 将这边的事情跟她说了 对方留下一句 等我 就把电话挂了 开场舞结束 厕所外面有人进来 我赶紧将沈甜甜藏好 两个人躲在隔间里 叫门反锁 以沈大小杰的自尊心 要是知道自己 晕在厕所被人看见 还不得气得绝食啊 外面进来的人 一直在谈论着 何阳和林丹童有多么的般配 还提到了 何阳打算在生日宴上 向林丹童表白 还特意提前订了 许多的鲜花和气球 在有未婚妻的前提下 还当众表白 这真够不要脸的 这是打算把沈甜甜的脸 放地上踩 想让她成为 整个上流社会圈子的笑话 20分钟后 沈甜甜大哥 沈谦到了 对方一身西装革履 额头微微出汗 看样子赶过来有点着急 我将人交给对方 拿起旁边的服务员衣服换上 故意将自己的脸化妆黑一些 沈谦见我要走 问 你做什么去 我抿了敏唇说 我去干播大事 沈先生 您先送甜甜姐去医院 我一会就赶过去 说完直接冲了出去 想当众表白是吧 那我就让你当众丢脸 何阳正带着林丹童介绍朋友 我扮成服务员 拿着托盘过去 看准时机 将他俩的酒给换了 那里面我加了泄药 进来的时候 以防万一买的 没想到还真派上用场了 十分钟后 何阳和林丹童两人站在台上 酒店宴会 灯光犹如交错的星辰 营造出令人陶醉的氛围 何阳手持玫瑰 深情地讲着对白 旁边林丹童看着感动流屁 今天来的人全是何阳朋友 大家起哄着亲一下 情到深处时 何阳的脸色开始不对 尤其是打算要亲林丹童时 脸上更是表现出痛苦和争鸣 我躲在后面起哄着 何阳的脸色那么难看 何阳 我不 紧接着一个威力十足的批声响起来 那威力太猛 直接让何阳裤子脏了 他直接窜息了 何阳的裤子都脏了 离得最近林丹童闻到味道 下意识退后了两步 何阳看着他的眼神 再看着大家对他议论纷纷的样子 快速离开 林丹童白着脸站在那里 随后他的肚子也感觉到疼痛 他反应比较快要往卫生间跑 跑太急了 下台时不小心扮了一脚 结果直接窜了 再加上他穿的还是白色的裙子 特别明显 卧槽 当众拉屎 这特别恶心了 靠 老子隔夜饭要吐了 这有没有功德心了 当街拉屎 这一对真是极品啊 这一幕被不少人拍下来发到朋友圈 一度成为上流社会的笑话 我在拍下两位的英勇照片后 赶紧退场 深藏公寓名 活该 狗男女 我赶到医院的时候 沈田田还没醒 检查过后没什么事情 休息一下就行 沈田田把我叫到一边 将手机避到我面前 一张林丹童摔跤的照片出现在面前 沈田问 你干的 看他那笃定的语气 我干脆承认道 我干的 你胆子倒是很大 在和家生日宴上敢动手脚 沈田说话带着点不怒自威 哪怕他没有故意凶忍 我听得也心里颤颤的 我有点后悔了 不会是要炒我犹豫吧 不要啊 要是没了这份工作 我上哪里再去找这么好的工作呀 赶紧解释着 那是他们 沈田说 干得不错 我愣住 夸我 沈田将微信二维码 递到我面前说 加得好友 我虽然不知道 沈田加我好友做什么 但对方主动 你敢不加吗 我反正不敢 一道熟悉的金钱声音掉落 沈田说 给你转了十万 今天的事情感谢你 另外 辛苦你照顾甜甜了 我笑得花枝万颤 这个不好意思啊 照顾甜甜姐本来就是我的工作 嘴上说不好意思 手上点收款动作却飞快 这家人真是的 都有拿钱杂人的习惯 这习惯 我喜欢 抬头想要说谢谢时 看到了沈田眼底一闪而过的笑语 速度快的 我都以为自己是眼花了 我问 沈先生 我好奇一问啊 你对甜甜姐和和阳的事情 怎么看的 回去的时候 沈田田醒了 沈田将她训斥了一顿后 就离开了 沈田田得知自己 被打晕和林丹童有关 气得从医院骂到家里 直到我将林丹童 摔跤的照片给她看 她又笑了 笑得跟精神不正常似的 时不时地拍大腿 时不时还骂几句活该 笑到最后反而肚子疼了 我将削好的苹果递给她 沈田田一边啃着苹果一边说 谅你也不敢 不管怎么说 你这次将我救出 保住我颜面 干得不错 想要些什么奖励 我随口胡周到 一套大别野 沈田田就这 这下轮到我惊讶了 大别野 哎 你管这个叫就这 下一秒 我意识到对方是认真的 赶紧问道 真送我呀 沈田田不在意道 这还分真的假的 一套别墅而已 我家多得很 你今天在酒店门口帮我一次 酒店里面又帮我一次 没让我在众人面前丢脸 我的面子 可比这个别墅之前多了 我张了张嘴 说是我格局小了 我现在追加条件 还来得及吗 沈田田来不及了 呜呜 这是我离养老退休 最近的一次 但一想到很快 要用一套大别野了 又忍不住笑 晚上做梦都笑醒好几次 一日 沈田田刚到剧组 就去找林丹桐麻烦了 将他昨晚摔跤窜息的事情 直接捅了出来 何阳再一次站在了林丹桐那边 甚至还怀疑 这事就是他干了 偏偏沈田田耗面子 不愿意把自己 昨天被打晕在厕所的事情 说出来 看上去像是他的欺负人 我再一次和工作人员 坐在边上磕了瓜子吃瓜 工作人员 你不去帮忙 我摇了摇头 帮不了 只要这沈田田一天恋爱脑 再有理的事情 她也是说不赢何阳的 没想到 这事还能迎来个反转 沈田带着昨晚蹲点的记者 以及证据来了 将保安和管家 昨天想故意刁难沈田田 周围还有记者 蹲着拍丑照的证据 甩在了何阳的面前 并且还将沈田田 入院检查的票据给她看 上面时间精确到几分几秒 也就是说 林丹童摔跤的时候 沈田田在医院 又不在场证明 何阳 我没让管家拦田田 这中间一定是有什么误会 误会 沈田太像众人 一字一句道 那你倒是给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你带着别的女人 参加生日宴 而你的未婚妻 却被拦在门口 此话一出 全场哗然 大家原以为 只是两女争议男 更准确点 在这之前 他们一直以为 何阳和林丹童是一对 沈田田是硬要插足 他们之间的第三者 结果这意思是 沈田田和何阳 早就订过婚了 林丹童才是第三者 大家看林丹童的眼神 瞬间就不对位了 何阳脸色微变 沈大哥 这是我和田田之间的事 这是我会给她一个交代的 沈谦说 你屡次为了别的女人 给我妹妹难堪 你真当我沈谦的妹妹好欺负 你别忘了 这个订婚 是你们何家求着我们沈家订的 你要是真这么看不上我妹 那当初何必来提亲 这个订婚不如取消算了 沈田田一听这话着急了 可这回沈谦却是铁了心 骂完人后 直接带着沈田田离开 何阳想要去追沈田田 何家和沈家不能退婚 这边林丹童很巧的 受不了众人议论 受了刺激晕倒了 何阳只能先将她送去医院 我家小金主走了 我正想要走 却被人拦住 沈老师和何老师 真订过婚呀 我赶紧说道 自然是真的 他们俩都是见过长辈 教过八字的 办过订婚久的 说着还将他们俩的订婚照 递给大家看 这订婚照还得多亏了沈田田 以前一有空就发照片给我看 问他们俩配不配 这下派上用场了 何阳不让沈田田 把他们俩订过婚的事情 告诉娱乐圈里的人 沈田田也从来没说过 我自然也是不敢说的 可眼下是沈谦说出去的 那就让这把火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这是很快被传上网 大家都震惊了 合着骂了这么久的小三 林丹童才是这段关系中 真正的第三者 靠 何阳好恶心 他都有未婚妻了 还一直聊林丹童 见不见啊 林丹童也差不多 他以前老发一些暗昧的微博 让不少人误以为 他和何阳是一对 结果是个三 田田姐有盐有钱 你看看我呀 图那个男人什么 网上全是在骂何阳和林丹童的 何阳和林丹童两边粉丝 在努力控屏 可再怎么样 这年头当小三 都是会被人唾弃的 他俩的粉丝再怎么控屏 两人的路人员 也在不断的败坏中 网上议论纷纷 沈家也是 这次何阳当众表白林丹童 不光是在驳沈田田的面子 更是在试探沈家的底线 想要借着沈田田拿捏沈家 看沈家对沈田田的宠爱到哪一步 反正以沈田田迷恋何阳的程度 到时候让何阳登门道歉 再找个理由红几句 肯定就能过关了 这些剧情小说里没有写 却有提到过 后续何阳回去继承家业 沈田田为了讨好何阳欢心 时常拿家里的项目送给他 何家原本的产业 是比不过沈家的 在沈田田不断地 胳膊肘往外拐之后 成功拉垮了自家 将何氏集团更上一层楼 更是在沈谦出事后 何家成功吞并了沈家 接替成为了国内前50强 而何阳也和林丹童结婚了 距离对于他们爱情的描写 那是排除万难 最终在一起 真是可歌可泣 事情发生的第二天 我接到沈谦的电话 沈田田绝食了 都被人羞辱成这样了 沈家想要解除 何家的婚约 可沈田田不同意 在家里闹着呢 甚至还把自己 关在房间里不出门 以绝世抗争着 沈谦觉得 我是唯一能在沈田田面前 工作超过一个月的 想让我去劝劝 我为难着 我以前也试过 可田田姐不会听我的 沈谦说 也不是非要让你成功 你就尽量去试试 要是成功了 辛苦费给你100万 外加市中心一套房 正想把拒绝的话 说出口的我 一听到这条件 眼睛都睁得瓦亮了 拍了拍胸不说 没问题 包在我身上 上楼的路上 还是有点纠结的 沈谦谦恋爱脑的程度 有多重 不清楚得很 搞不好 直接会把我扫出来 好在第一步挺顺利 沈谦一听说是我 让我进屋了 我进去的时候 看到她正在偷吃零食 沈谦谦问 有没有给我带好吃的 我摇了摇头 沈谦满脸郁闷 我哪知道 你是在假绝食啊 我想了想 把背包里一包饼干 递了过去问 吃吗 沈谦谦有点嫌弃 这什么饼干啊 不会不干净吧 我把饼干收回 沈谦谦赶紧抢过去 说我也没说不吃啊 还是一副傲娇样 他啃着饼干 我找了个机会 将话题引起沈家 想退婚这事上 重点还提了一下 他之前在生日宴上的待遇 沈谦谦说 和阳哥都说了 门口被拦的事情 他不知道 这是也不能赖他呀 他那么忙 怎么会注意到这种小事 我提醒着 可是你不是 还被打晕在厕所吗 沈谦谦一拍桌子说 那肯定是 林丹桐那个小贱人干的 我继续道 他还打算在宴会 跟林丹桐表白 沈谦谦说 这是他也跟我解释过了 当时他并不是想表白 只是那么多人在起哄着 他不好坏的气氛 而且最后不是那个林丹桐 也遭报应摔跤了 也没表白成功呀 我佛 这你也信 沈谦谦说 这一切肯定都是林丹桐搞的鬼 他就是想看到这一幕 想让我跟何阳哥取消订婚 这女人太坏了 我掐了掐自己的人中 默默地在心里念着 一百万一百万一百万 我问道 田田姐 你长得又好看 还有钱 你为什么会喜欢何阳啊 我的意思是 追你的人肯定很多 你为什么去相中他了 沈谦谦说 因为他最帅呀 我就这么 沈谦谦说 你不觉得他很帅吗 偏偏少年温润如玉 小说本来还没觉得他多帅 后来长大后再相见 是在马场 我说 我是承认他是有点帅 可娱乐圈帅的人多了去 沈谦谦问 哪个 我一时之间想不到哪个男明星 就说 不说娱乐圈 就说你哥好了 你哥也比他帅多了 沈谦谦立刻嫌弃眼神 你瞎了吧 我哥也能叫帅 他长得和何阳差远了好不好 不 好吧 他有恋爱脑光环 美颜滤镜时机加持 确实比不了 沈谦谦双手捧脸 又泛起了花痴 继续说 那天午后 他穿着黑色的骑马装 骑在白色的马背上 往我这边狂奔着 阳光打在他的身上 犹如白马王子般降临 那一天 我就知道他就是我的白马王子 看着那花痴的脸 脸都红了 眼睛都成爱心了 我默默拿出手机 将那天和阳视频递给他看 说道 窜息的白马王子 之前沈谦谦一直以为 那天遭殃的只有林丹桶 沈谦谦对和阳护得紧 担心这个视频他看了 会连带我一起骂 以前也发生过这种事情 但是眼下或许可以试试这招 呦 我捕捉到了重要字眼 你说和阳恶心 沈谦谦说 你别跟我提这两个字 呦 我怎么感觉沈谦谦 比刚才吐得更厉害了些 为了验证心中所想 特意又问哪两个字 和阳吗 呦 呦 确实吐得更厉害了 这算是恋爱脑子好了吗 这时房门被敲响 沈谦站在门口说 和阳来登门道歉了 毫无意外 沈谦谦又吐了 沈谦上前两步 说你不愿意取消订婚 想来是对他感情深重 爸妈也是尊重你的想法 我这个当哥哥的 沈谦谦赶紧喊道 我不要嫁给他 让他滚 和阳带着一堆礼物来 本想敷衍地走个道歉的过场 结果连门都没有进去 绝对赶出去了 原本沈家 对于沈谦谦这恋爱脑的事情 愁得不得了 和阳的人品不行 可他们又很宠沈谦谦 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啊 结果沈谦谦突然不喜欢和阳了 还对和阳这两个字严重过敏 只要提到 就会恶心饭吐 这可把他们开心坏了 沈谦谦请假三天回去拍戏 立刻就让导演准备了两个摄影棚 和和阳的戏份完全错开 我也对所有工作人员做好叮嘱 别在沈谦谦面前提和阳两字 这期间沈谦特意派助理 给每个工作人员都送了贵重礼物 作为感谢 和家原本以为 以沈谦谦对和阳的迷恋 随便轰轰就能轰好 反正一望也是这样的 结果沈谦谦拉黑了他所有联系方式 对和阳必如蛇蝎 好不容易见面上了 沈谦谦却是看一眼 就恶心饭吐的地步 和阳 谦谦你是不是还在生我气 沈谦谦你蹿过西游 和阳你别说这种伤感情的 沈谦谦你蹿过西游 和阳倾尽力气 谦谦你听话别闹 沈谦谦你蹿过西游 说这个话的时候周围还围了不少人 和阳受不了这样的屈辱 带着那束没能送出去的玫瑰花 仓皇逃走 沈谦谦还真不是为了故意羞辱和阳 主要是白马王子的滤镜太重 导致一下子破裂之后 生理性的开始反胃 根本不受他本人控制 换个人都不至于这样 沈家去找何家退婚了 何家一开始还坚决不同意 觉得就是年轻人之间吵吵闹闹 没必要上升到退婚 直到沈谦拿出我偷露的那段视频 很快了 我会找个机会和沈谦谦解除婚约的 能跟你在一块 有怎么样都开心的 可我怀孕了 我不想我们孩子以后 背负着私生子的骂名 这两段话 再加上他们还一起 在解除婚约后不久 何阳很快又订婚了 这次订婚对象依旧不是林丹桐 而是另一位有钱人家的千金 在他们订婚当天 网络上突然多出 很林丹桐也是受害者的言论 我们家丹桐也是受害者 他根本不知道何阳订婚了 姐姐好可怜 被人玩弄了感情 还要被骂三 这看沈谦谦就是故意的 他和何阳订过婚 怎么从来不说呢 就看着我们丹桐废骗骗 我猜这些消息 都是林丹桐自己情水军弄的 他大概是看到何阳这么快又订婚 结果对象依旧不是他 干脆就把锅拳甩何阳身上了 正好何阳在事情败露之前 一直立的是单身人设 这甩锅非常成功 甚至还有点把水 又往沈谦天这边泼了 我将这是当笑话 说给沈谦天听 沈谦天 也是时候跟他算算以前的账了 沈谦天直接雷霆手段 将那段视频放到网上 并且微博爱特了林丹桐 人渣不分男女 见人不分年龄 本来就是个区 你装什么锤子 一肚子坏水 一肚子算计 给脸不要脸 沈谦天这视频一公开 直接将林丹桐的谎言 拆得一干二净 更是将她的脸 按在地上摩擦 靠 还真是个三啊 差点又让骗了 贱人永远是贱人 经济危机也归不了 沈谦天威武 从此对你路转粉了 门口传来吵闹声 是在隔壁棚拍摄的林丹桐 跑来要说法了 我大手一挥说 田田姐 这是不用你出马 对付这种小贱人 我来 我走出去 当着众人的面 只用了一句话 就将林丹桐成功逼退 并且再也不敢来惹 你当众拉过屎 林丹桐憋红着脸跑了 我回去后 又得到了沈谦天 给我的辛苦费一万 这一句话 就给一万辛苦费 这钱拿到我心里不踏实 早知道刚才多骂两句了 沈谦天没几天 就把这戏粉全部拍完了 说是拍这部戏时 每天有点晦气 要去旅游休息 又说一个人 去旅游无聊 拉着我一起了 这一次 我体验了什么 叫有钱人出门的快乐 坐头等舱 住五星级 吃大餐 全程都有车接车送 也不知道是不是 恋爱脑质疑的后遗症 他这一路上的艳遇不少 像他表白的也不少 结果这家伙硬是 一个都没看上 还说男人有什么好的 只会影响我美貌 半年后 沈谦天带我去KTV唱歌 上厕所时 看到了正在和一个 50多岁老头打得火热 那人我也见过 是一个导演 听说当初林丹童 原本还想生下和阳的孩子 以此来要挟 却被和阳的新未婚妻 直接带着强制打开掉了 身子没阳好 落下了不少的病根 当然这些都是听说的 可我当时看到 他的肚子也确实是平的 而和阳半年前 口碑跌落了之后 就干脆回去继承家业了 可惜他新订婚的未婚妻 不像沈谦天以前那般好哄 整天查他查得很严 时不时还会闹 完全不给他半点面子 再加上他在小说中 原本是靠着沈谦天 强行喂项目 才不断起来的 可眼下沈谦天恋爱脑清醒 没人给他喂项目了 再加上沈家和他们断了关系 和阳这上路走得也很不顺 丢了好几个项目 损失惨重 成功将和氏集团 往后退步了十年 看他这样 和氏集团毁在他手里 也是迟早的 期间和阳又跑来找 沈谦天球复合过好几次 经过一段时间的脱民 沈谦天不会再看到和阳就吐了 可看到他还是会生理性的我心 我身为助理也是尽心尽责 不让和阳靠近沈谦天五米范围之内 由于我表现的好 沈谦还刻意又奖励了十万 当然之前的一套房和一百万 也早就兑现了 一年后 夏天这部剧上线 剧情比较一般 没什么热度 唯一意外的是沈谦天的角色火了 他在剧中本色出演傲娇大小节的形象 让人觉得又做又可爱 啊 他是怎么做到又做又可爱的 我明明很讨厌绿茶 可为什么这个角色茶的可爱呢 我好喜欢这个恶毒女配啊 我看着自己名下两套大平层 一幢别墅 银行里的二百多万存款 以及各种名牌包包和手表 再次感叹 这哪里是什么恶毒女配吗 明明是我的财神爷 这时手机微信响起 是沈谦的微信 有空吗 今晚一起吃个饭 这一年多来 我不是感觉不到沈谦对我有点特别 可之前一心想着搞钱的我 从来没想过这事 男人只会影响我赚钱的速度 虽然他的钱很多 但和我没关系 我这是凭自己本事赚的钱 眼下有两百多万存款的我 或许也可以考虑一下感情问题了 拿起手机回复 有空